陶渝明 《陶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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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是我们继续讲陶渝明 上个星期我们讲了陶渝明的田园诗 现在我们可以接下来讲陶渝明的另外一类诗歌 陶渝明的另外一类诗歌 陶渝明还有另外一位诗歌呢 它是反映出另外一种风格来的 另外一种风格来的 它一类是田园诗 一类是庸史庸怀诗 庸史庸怀诗 陶宇明的田园诗呢 多方面的描归了农村的景色和农村的生活 它表现出一种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 这是和他的诗歌的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 但是陶宇明还有另外一种风格的诗歌 还有另外一种风格的诗歌 那就是他的庸史诗和庸怀诗 庸史诗和庸怀诗 陶宇明的庸史诗和庸怀诗呢 是继承了软介和祖史的传统 围绕着出世和归隐的矛盾 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 以及它呢 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 也确实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 像它写的杂诗 像它写的《躲三海经》 但祖史诗中的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 杂诗当中的第二首《白热伦西河》 写它有字难丑的悲愤 说明诗人在隐居当中内心呢 仍然十分苦闷 又比方说 它《躲三海经》的第十首《精卫寒微末》 那么歌颂精卫和行天的复仇精神 正是诗人自己 结悟抗暴的感情的一种表现 下面我们看看这首诗歌 底下我们看看这一首吧 陶渊明写的《杂诗》 他是抒发自己的那一种感情的 我们作品旋律选了几首 大家看看 人生无根地飘入陌上尘 分散着风转 此意非常深 罗地为兄弟何必古若清 得患当着若抖酒聚笔林 盛年不从来一日难在尘 截止当勉立岁月不得人 从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跟前面的田园是不同的风格 味道已经不同了 第二首《白热伦西欧》 白热若西欧 就太阳下山的时候 太阳下山的时候 白热仍西欧 夙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会荡荡空中景 风雷若防护 夜中正些冷 我们从这个跟田园寺里面那种平淡的气氛 已经完全不同了 气便勿死夜不免自行勇 他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不去睡不着觉 晚上夜里显得特别的长 写勇 勇就长 月烟无与河会被劝孤影 会被劝孤影 我想讲话 但是没有人支持我的 我喝酒吧 喝酒吧 日月 执人去 有字 不或蠢 时间过得飞快 时间过得飞快 自己的自相 得不到实现的机会 你想陶渊明是什么样子的感想 念此 怀悲弃 自小 忠孝不能进 忠孝不能进 这首诗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陶渊明的心里 的感慨 是完全不同的 这首诗写了他 有字难丑的悲愤 说明 诗人在隐居当中 内心仍然是十分的苦闷 苦闷 并不像他写的田园寺当中 那么田径 那么悠闲 执决动力下 悠然界难散 那么样这种情景 实际上他真正报复 无法实现 心中是十分悲愤的 十分悲愤的 陶渊明的杂志当中 还回忆了自己少年时候与壮志时候的那种情景 以我少壮死无肉自兴余 他下面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猛自一四海 兼个思缘主 仍然睡又退 死性稍已去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我到了四十二岁退休以后 我以前的雄心壮志慢慢地退了 反正没办法实现 那我就选择了隐居那么一条道路 这会无否与眉眉都忧虑 气烈见虽损 转觉日不如 他现在心中有更多的是忧虑 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的减弱 感觉到一天不如一天 或者无须与淫窝不得住 前途当吉许 位置止不出 我的前途怎么样 我的前途怎么样 不知道 我并且不知道 我这个生命的小舟 会停不在什么地方 古人写春印念词诗人句 古人都非常注意时间问题 一想到这个时间问题的话 使我感到一种恐惧 使我感到一种恐惧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的壮志 看起来是永远没办法实现了 永远没办法实现了 所以陶月明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他如单单有田径的田园诗 他的思想尽在田园诗的写作上面 我们想想陶月明不会成为 他假如没有另外一面的思想 陶月明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所以我们研究陶月明不单要夺他的田园诗 还要夺他的庸怀诗 庸诗诗 真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绝对不是很简单很幽静的一个 好像家里财富很附作 不考虑国家问题 自顾自己享受的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你想陶月明还写过一首《庸经课》 经课我们大家知道 这战国七雄 秦国被战国七雄并列 秦国要吞并其他国家的情况下面 燕国出现了一位勇士 燕国我们大家知道 是战国七雄当中最弱的一个国家 当然战国的时候国家很多 还有中山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他们那些提不上 太小了太小了 秦根本也看不上 那么七雄当中最弱的应该是燕国 当秦国还要吞并燕国的时候 想燕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时候 燕国的太子丹呢 他呢 想出了一个绝招 找一个猛事 去把秦死亡 当时叫秦王淫政 把他暗杀掉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我这里不讲了 那么陶渊明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大家看看 燕丹善仰仰似 自在抱强淫 燕国的太子丹呢 他是很善于仰似的 他的志向 就是要把这个 很强的 秦国 要把他 淫政了 要把他杀掉 召结百富良 睡母的敬亲 他招了很多人 最后呢 得到了一个荆科 金科这个人 也被燕胎子丹 欣赏以后 他就决定去完成这个任务 君子使自己 提剑出燕剑 君子 视为自己的死 这是当时人们的 一种警戒 那么他提了把保剑 就离开了燕剑 受寄明广默 抗开松果写 白马 在广阔的原野里 发出悲悯的叫声 抗开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尖峰过一样的抗开 这个抗开就是悲凉的意思 跟我们今天的抗开意义不同 今天我们讲的抗开大方 这个人非常抗开大方 意义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化 用他的隐身意义了 当时的抗开实际上 既是一种抗开的情怀 又是一种悲凉的情分 在里面 雄法自微观 猛气冲场营 雄法 这个金科的头发 大教的头发 冲向这个高官 微观 微就是高的意思 我已经给大家上课讲过了 高官 高帽子 高帽子 我们今天还有一句话说 小孩子表现好 我们给他戴高帽子 高帽子 看起来古人这个高帽子 也是一种宝衣词 宝衣词 古人的帽子比较高 我们今天理发 不单是男的理发 女的也理发 就是我们这里女同学 头发也不会很长 你们设想一下 从刚刚生下的头发 就不理的话 你们的头发会多长 所以古人这个 穿了衣冠而剑子 像孟尚军 那个冯轩的时候 衣冠而剑子 讲句老实话 这个衣冠是很麻烦的 我们今天很简单 什么衣冠而剑子 我套个衣服出来 就见客人了 古人要梳妆打扮 穿衣服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头发梳好 帽子戴上去 古人男人也用沾的 头发很长的 蒙戏冲长衣 长衣 帽子上的绳子 帽衣 引荐一顺上 四座离境衣 在陶芸民陛下 写出来都是一副 抗黑惊傲的一群人的一种形象 在遗水上面 举行一个告别宴会 大家知道 荆轲这次去 不管 撕杀成功不成功 都是死 都是死 是吧 你把银政杀掉了 任务完成了 你肯定会被银政的 警卫员们砍死 肯定的 你杀不掉银政 也是死 你在秦王面前拔戒 你还不死吗 肯定死 所以大家都穿着白色的衣服 去给他送行 你骑的麻都是白色的 剑离这杯座 宋义唱高声 高剑离 他这座的声音 显示出一种非常悲凉的声音 大家先给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大家先给荆轲 把追悼会先开股了 你们有遗憾 你没有遗憾 宋义唱高声 宋义唱出来的声音 也是非常悲凉的一种南高声 小小 A缝式 淡淡 寒步声 这是紧握描写 这个紧握描写 更加显示出 当时气氛的那种悲凉 双影 耿流涕 宇奏 壮四经 唱歌 弹琴 用的是哪种音调 用的是霜 用的是鱼 鱼 我们今天的音是七个音 多莱米发苏拉西多 多莱米发苏拉西 古代的音是五个音 公双角字鱼 它是用双音跟语音 来演奏 来唱歌 这两个音是比较凄凉的 双音更流体 用双音唱出来的是 你流眼泪的那种声音 宇宙壮四经 光流略不行啊 流略气氛搞了 晶科心力很沉重 剑都拿不动了那不行啊 还要用语音 语音是非常雄壮的 它是壮四经 这个语音是非常雄壮的 因为这次晶科是需要杀秦王的 心是去不归 你却有后市民 我知道这次去是回不来了 但是我会永远把名字留在世界上 后人都知道 后人都知道 登车何时故飞给入蜻蜓 晶科的一路上 陶玉明只用了十个字来写 登车何时故 我登上了车 头都不回一下 我乘了车 则冲陕西蜻蜓 凌历余万里 唯一遇故千尘 这个路上 一点没有犹豫 结果 徒穷 似自子 豪主 争争 我这个故事 我们大家很熟悉 把这个剑事放在地图里面 他要验过线地图 只有这个地图 警卫员是不能够看的 军事地图能看吗 所以他里面放了一把 图了多要的剑 最后陶玉明是非常之的遗憾 现在战术是其共最不成 非常可惜啊 你这个金客 别的东西都值得人们称道 这个剑事太差 这个剑事太差 剑事太差 已经可以杀掉秦王淫政了 最后你没有杀成功 你这个剑事不是太差吗 剑事要好好练练 是不是 这个你一刀抖下去 只要稍微割出一点血泪 秦王淫政就没命了 是不是 我们中国的历史就要给血 这个事情的意义到底怎么样 我们另外再讨论 但是无论如何 荆轲这种勇敢的精神 陶玉明这里做了歌颂 其人 虽已莫天罪有余情 陶玉明赞赏荆轲 荆轲赞赏荆轲 荆轲是个刺客 荆轲是个刺客 陶玉明对他非常赞赏 陶玉明对他非常赞赏 我们再看一首 金卫寒微末 这是陶玉明写的《多三海经》 神话故事里面写的一篇感想诗 金卫寒微末将以田昌海 金卫 金卫是一个小鸟 就像我们这里的麻雀鸟那么大 小鸟 金卫金卫 据说是炎帝的女儿的化身 炎帝每天要上班 推着太阳车 白天从东面上天 下午从西面下来 每天出去上班 一天不能休息 留下个女儿在家里没人照看 最后在渤海边游玩的时候 掉到海里淹死了 淹死了他恨啊 还没有K斯人生美丽的生活就死了 恨啊 他的灵魂化成了一个小鸟 这个小鸟叫金卫 这个小鸟 为什么叫金卫呢 他每天都叫的就是叫金卫金卫的声音 金卫金卫的声音 所以叫金卫金卫鸟 他很恨夺取了他生命的那个大海 他用什么力量来报仇啊 他每天含了一片小小的木头 要投到海里去把海填瓶 第二个是行天 行天 第二个人陶玉明诗歌里面写的是行天 行天天者滇眼 我们这个 天 天就是人的脑袋 这个就表示人的脑袋 人的脑袋 是不是啊 行天 头砍掉的一个人叫行天 很简单 行就杀 把头杀掉的一个人叫行天 行天 头被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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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勇士啊 头被杀掉了 他的志向还没有明灭 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死亡 那么他摇身一变 把双颅变成眼睛 把杜西炎变成自己的嘴巴 两个手继续 一个手拿着武器 干切 干就是一种武器 切就是一个盾牌 两个手继续拿了一个盾牌 拿了一把刀 还得继续作战 行天 武干切 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继续拿了一个武器和盾牌 继续战斗 猛字孤长在 这个猛字啊 陶玉明说猛字还在 猛字还在 陶玉明在这首诗里面 行为 精卫含威墨里面 歌颂了精卫 歌颂了行天